大家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用了膠網種植的其中一棵蝴蝶蘭 鏡頭前面大家可以看到這一盤花 現在有一朵花 因為這個是逐花性蝴蝶蘭 其實也是一個市場的普通蝴蝶蘭 但它的逐花性很強 今早看到花包還未打開 大概是中午時分 它就開花了 它的逐花性很強 我記得大概是一個月前 它剛剛才逐完花 然後又有一個新的花包 它的逐花性真的非常強 其實你看到它下面有一顆 還有這些呢 都是一些花包的跡象 加上它一直長高 長新葉 我覺得這個品種也挺值得 也挺值得去買回來種 現在還未打開 還是開了 我想一點點 因為今早也是完全未打開的 那好吧 說回比水 今天這一盤花 就看到它明明射射 比較乾身的 我就拿它下來 平時就不會拿下來比水 既然是這樣我就拿下來拍一條視頻 給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有些網友有時候都會問 其實用膠網 來種的蝴蝶欄 其實有什麼方便 各方面的東西 那我就用了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膠網 現在呢 無論它是全部集體一起比水 或者是獨立一盤的比水 我都覺得是很方便的 又簡單 尤其是你工作忙的時候 沒有時間去淋花 這個是一個好選擇 那我就拿了下來 那我就預備定一個的隔夜的水 那些不是自來水 那現在就習慣了用隔夜的水 那除了一些鹿氣 就比較好一點的對盤花 那另外呢 就是直接給了一兩滴的肥 因為雖然我正在開花 但是我都會給少量的肥 那變了呢 我會覺得平均一點 因為其實開花呢 盤花其實有花而開緊的時候呢 其實它用的能量都很大的 對於蜘蛛來說 那變了有時候有些逐花性的蝴蝶蘭呢 雖然它是不斷地開花 持續性 但是呢 其實你要考慮一下 就是 蜘蛛其實是不斷地給供養份 在花巾裡才有花出的 對不對 所以你除了給肥之外呢 你都要考慮一下去到一段時間 你的花巾呢 是不是需要剪掉呢 因為剪掉它 讓蜘蛛休息一下 重新掌握那個花巾出來呢 是好過你買回來之後 一邊種種種種 種了幾十年 它都要不斷地開 但是這個蜘蛛呢 就會不斷地萎縮的 所以你看到呢 本身我這盤花呢 其實是有兩個花巾的 那我就 剛剛開完那雙花呢 這個花巾其實還有少少的花包 是逐花巾的 那我就不好了 我就把它剪掉 然後呢 就留一支 那希望這個 剪掉之後呢 當它補充到 所需的養份之後呢 到它去到那個狀態 這個蜘蛛其實會在旁邊 都會生出一個 刺花巾出來 那變成是 是好一點的 我自己覺得 下半天 OK 那好像我放進去 給水 那這個我就會裝盤水 那直接的網子放進去 那我就視乎你裡面的水台的密度 因為你密度高呢 它吸水會更加快脆 鬆呢 是吸液都吸得很快 但是呢 就很快會乾水的 所以看看你自己 我就比較是 裡面的水台的份量 我比較多些 那等它可以做一次吸水之後呢 我就可以很長的時間 就不需要再打理它了 那來看看我 我等了在這裡 大概是一分鐘左右都不用 那它上的水的速度呢 已經是去到一半了 那我打算讓它吸到上面呢 濕潤呢 那我就拿起它 那我就掛乾它 直到它不滴水 那你可以掛在食手間或者 倒一些水去 放在杯裡面 讓它晴乾 那我掛在原先的 原有的位置 那就可以了 甚至乎你現在 我也有習慣的 就是 當之前的影片也有說過了 有花 掌出來的時候呢 平時就會掛在外面的 如果是沒有花的話 那當然它現在有花呢 那我就會晴乾水 我就會找一個玻璃瓶 將它坐著 然後呢 就放在一個廳 來欣賞 那樣 因為這隻花呢 是有香味的 香味都幾濃烈的 那雖然你不要看它一朵花 但是它的味道都幾重 變成我自己很習慣就是這樣 如果不是你種花 有花你都不會放在你欣賞的 那你種來做什麼呢 對不對 所以我就會 當它有花的時候 好像這個情況有花的時候 我就會拿一個玻璃杯 或者一個適合的大小的玻璃瓶 放在一盆花 放在廳中間 那有風 陣陣風的時候 就有些味道 OK 可以欣賞一下花的鹽太 花紋這樣 OK 這樣給水 就非常之方便 OK 希望我答到網友想問我的問題 家網怎樣給水 OK 那好啦 那我今天的分享大概是這樣 簡短一點 希望大家可以吸收到 有關的資訊 OK 那今天的分享到這裡 拜拜